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怕鬼 她怕鬼 我也怕鬼 全世界的人都怕鬼 叫西洋啊 欢迎收看英英姐说鬼故事 我以前在九龙租了一个房子 结果我有一个蛮好的常常玩在一起的朋友 那么来我们家玩 结果想不到她突然有一些非分 或者是我不愿意配合的一些行为 我那时候就两个人一直陡缠着 结果想不到我厨房里面的那个 煮公仔面的那个锅子 还有我化妆台上面的粉盒 几乎摸起来 真的飞到她的身上 然后后来她回到家里的时候 吓到发高烧 然后看医生怎么样看都看不好 结果她爸爸就把她送去加拿大了 后来呢我们有一位姐姐 李湘琴小姐 就带我去问神啊 结果她说因为我在海边 曾经有一个蛇精 蛇精很喜欢我 所以就一直跟着我 那所以一直保护我 就这样子 我听了讲西洋啊 然后那个师父就叫我说 写一张红红纸哦 写禁神寨 然后家里门口呢 也不要放土地公 家里屋子里面也不要拜观音 然后就每天给禁神寨在门口点箱 然后就平常无事了 这个是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事情 还有一样事情呢 就是农历7月15的时候 因为我住在大浦 就在我们家前面呢 最热闹的那个街啊 突然有一个红色的迪士 我们香港呢 红色的计程车呢 是可以跑市区 也可以跑新界 也可以跑泥岛 那绿色的计程车呢 就只能够跑新界 结果这个红色的计程车呢 不知道怎么样撞鞋 它一下子哇 一撞撞下来 结果是绿灯哦 那很多人在那边走过马路嘛 一共一秒钟之内受伤十个人 还有一个孕妇妈妈 还有一个五个月的小孩 然后有一个人呢 压在车底那个就已经立即死亡 然后那个六十多岁的那个阿伯啊 吓到自己走出来都不知道干什么 就一直在骂人 然后又去开那个车尾箱 不知道干什么 突然呢 那我们香港的车子 司机是在右边的 那然后图软左边的那个车门呢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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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a 自ussen慢慢的打开 然后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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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那天雖然是白天 可是有鬼坐在他車上 所以他就撞鬼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個鬼下車 那所以他那個司機左邊那個門 自己打開 然後又自己關起來 很慢的 這個就是今年七月 我們香港七月十五發生的事情 你們在那個網上可以找到很多 好可怕哦 喜歡我今天講的鬼故事呢 有我主演的鬼童女著 最快在台灣上映了哦 你們一定要去看哦 真的很好看 嚇死人 哈哈哈哈 就是人一定要去看哦 知道嗎 啊 啊 啊